本周的国际新闻快评 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丁 罕见的针对台湾议题发表意见 选择在两岸同时庆祝的光辉十月 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力挺中国的意味浓厚 但是同时普丁也表示 中国不需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 似乎也呼应着习近平 在今年庆祝新派革命中年的谈话当中 不再提及武统台湾有着微妙的连结 俄罗斯力挺中国 而台湾紧贴美国 面对两岸的紧张关系 未来五到十年之间 台海恐怕都会是全球热义的焦点 而台湾应该如何做好自己的准备 来守护我们的国家呢 蔡英文总统在今年 中华民国110周年的国庆演说当中点出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国隶属 我们姑且不论宪法角度的争议 两岸分支的事实 用很清楚的字句来点破 坦白说对于一般的台湾民众而言 这听起来丝毫没有违和感 可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蔡英文总统的陈述方式 就是将两个中国从隐晦的各自默认 摆到台面上成为不可回头的现实 蔡英文总统的互不隶属宣告 确定了两岸在蔡英文总统任内 恐怕很难朝向友善的方向前进 可是总统的国庆谈话在台湾 却也毫无疑问的将会引起极大的共鸣 因为这样的说法等于把认同中华民国 但是担心中国过去韩内也会投票给蓝营的族群 全部都收归在两岸互不隶属的论述架构之下 在野的国民党如果没有意识到台湾主流的民意 恐怕未来连基本盘都会出现动摇了 反观对岸的中国 解读蔡英文总统的国庆演说 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强烈的反应 认定所谓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其实就等于外界所谓的滑毒 强力抨击执政党的清美路线 会给两岸带来极大的风险 不过即使如此 中国大陆政府的回应当中 也没有像过去把武统挂在嘴边 几天之后再由俄罗斯总统普丁 出面谈及两岸问题 用中国亲密盟友的角色来暗示 其实中国不需要武统 也能有其他对付台湾的办法 事实上从美国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以来 台美关系不断升温的关键原因 就在于美国认定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日益增加 美国的前后任印太司令都强调台海危机发生的时间点 恐怕会落在2027年左右 美方的观察指标 基本上是因为在中国和美国的实力逐年拉近 而中国又在2027年会庆祝中国解放军建军百年 到时候建立的三个完整的航母打击群 很有机会让中国海军能够在第一岛链之内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基于这样的解放军建军目标 华府决策圈多半认定 六年之内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到底中国会不会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所谓的大规模的战争 没人说得准 可是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出现有点不平静的情况 大规模建军所需要的资源遇上口袋深度有限 未来六年 倘若中国的经济无法得到良好的发展 庞大的军费势必会需要调整 换句话说 解放军的建军计划如果在2027年达到巅峰 他就很可能会面临到必须面对所谓的user or loser的时刻 要用还是要浪费呢 军队不用的话会成为负担 但是如果要用 台海的军事充足的可能性就会提升 而习近平在2027年又将会遇到第三任任期结束 必须要缴出成绩单的关键时刻 为了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 对台湾就算不动用努力 恐怕也会用比较大动作的经济威胁 来逼迫台湾接受某些条件 简单来说 从现在到2027年 不论是在军事还是非军事的手段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恐怕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无奈的是 这些威胁的算计背后 跟台湾本身的关系非常有限 当台湾内部在纠结蔡英文总统的对中国的论述 是不是两国论的时候 中国其实在思考的是在国际政治上如何因应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所采取的压制 到底要如何回应中国现在正努力的想到办法 可是在两岸关系当中 已经逐渐被边缘的台湾 究竟有没有看到大国之间的进合 真的要保护台湾 恐怕要把握时间 准备好如何因应 在台湾内部积极地形成共识 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政党仍然在操弄政治意识 不论是支持中华民国 还是认为中华民国只是被政党借壳上市 如果台湾没有看见 中国在全球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可能反应 还把两岸关系的解读放在两岸本身的竞争之上 恐怕就很难意识到 其实守护台湾已经到了跟时间赛跑的时候了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 玩语新闻台